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洆洆 今天想要看一下我新買的平板 我原本很不想買 這是我的舊的 我這個是iPad Air 4 大概三十年前 就剛出的時候買的 就是用的都還不錯 結果最近一個月就開始 它會自動充氣 我真的是有點要瘋掉 就我看影片 通常是我看影片看到一半 然後它就突然黑屏 然後呢 它就自動重新開機 我真的是 我忍受了大概二三十次 只好換了一下 我原本是這個 iPad Air 4 藍色的 然後我就去買了 買了iPad Air第六代 然後也是藍色的 因為這個殼 是官方的殼 然後好像可以同用 所以等一下來試試看 蠻喜歡藍色的 這蠻好拆的耶 這個箱子 我現在必要剪刀耶 我現在必要剪刀耶 好漂亮喔 給大家看一下 iPad Air M2的晶片 256GB 因為我現在這一台 就是64GB 然後有時候就會拿它來剪影片 完全不夠 然後就剪完一個影片 就會把秋名影片刪掉 然後才再匯入 我下一支影片的一些素材 希望這個 不會再很快就爆掉容量 SMR 看一下這個盒子有什麼 Design by Apple 一個說明書 然後 有一個 iPad的充電線 豆腐頭 哇 你看這樣似曾相似 跟我這台根本就 感覺差不多 我們這台比較一下 因為它大小也是一樣的 這是我的四 然後這是第六代 哇 我看一下 感覺顏色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我看不太出來 就是也是那種 好像 這個新代就更藍得 不那麼明顯的感覺 鏡頭的部分 看起來差不多 那這邊 新的 它這邊 是寫 iPad Air 那我舊的 第四代只有寫 iPad而已 上面也是一樣 這邊就是 可以指紋的感應 打開 這個側邊 也是幾乎一樣 只是 我有注意到它的就是 就我舊的平板 它的鏡頭在 上面這中間 那新的 它是在這裡 為了方便你 就橫的時候 視訊也會看著鏡頭 才不會這樣子 太偏這樣子 然後所以 但是因為這個鏡頭 就變成 我現在這個 舊的 Apple Pencil 2 不能用 跟新的平板不適用 但是我才剛下單 因為 我們現在 我在美國 然後用學生方案 有送100元的 美金的 GIFT CARD 今天才下單 明天 Apple 新的 Apple Pencil Pro 才到 對 然後 就這一點 我很 很不開心 就是還要換新的 Apple Pencil 我的 Pencil名字也很新 好 我等一下來 北份 價錢的部分 我買的是 美國 然後 韓水 就全部 總共在台 709塊 學生方案 送100元的 GIFT CARD 然後我就是在想 我用 想說 因為它一直重新開機 所以我就用 trade in的方案 就是給蘋果 他們官方去回收 通常 不會用這個方案 因為 它通常都是出最低價格 但是因為它會重啟 也不想說 幹嘛 我也沒辦法送別人 或是備用 它 目前收價 定價是255 美金 還不錯耶 因為我去查 我這一台 在台灣採收 5千塊台幣 就差蠻多的 對 然後我就要送回去 給他們檢查 希望你可以有255美金的價值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男友 他簽這個 剛出的時候就買了 這次的iPad Pro M4晶片 頭髮一台 他買這個好像是13吋 他還買了那個鍵盤 欸我不會開 完蛋 哇 欸 很漂亮耶 超大一個 你看它螢幕超級薄 這沒雙殼真的會嚇死 然後他心得也就是覺得 啊還不錯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用弄到那麼高規格的 然後重量的部分 欸我這樣感覺起來差不多耶 大家可以查一下數據 好來試試看 到底可不可以用我舊的iPad Air 4的殼 應該是可以喔 因為鏡頭長一模一樣 大小 喔可以可以可以 開心不用買自己的課 我要開心了 神聖的一課 3 2 1 喔 那我放在旁邊喔 他馬上 跳出設定新的iPad 好方便喔 把舊的iPad來掃一下 這個 看一下大概60GB要花多久轉 我剛剛最後搞到我的那個trading 就是 他自己也 他會再寄一個箱子過來 然後讓我 放在裡面 然後也會放那個 就是已經繳費的那個 郵寄的那個貼紙 然後我就 只要放進去指定的地點就好了 感覺蠻方便的 但是他 過兩天才會到 成功轉移 大概花了10分鐘 好 之後如果有什麼心得 再跟大家更新